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會和大家講一個比較特別的人 講一下港版羅拉 可能大家不記得什麼港版羅拉, 羅拉是誰 大家不記得不要緊 講一些背景資料, 大家可能叮一聲就會想起 正常來說, 平時在街上見到運輸工人、跟車工人 通常都是肌肉晚男 不穿上衣服, 晒到黑黑實實, 恐武有力, 高高大大 基本上, 絕小去見一些嬌小的女生, 就會去做送貨工人 因為對於女性來說, 大家一般對她的既定印象就是 你有沒有力氣, 女人怎麼做到這些 你不要說一個女性, 甚至乎我這些紮男 你叫我去做跟車的話, 沒可能 因為體力根本跟不到 根本就沒有力去搬東西 但是, 在2017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嬌小的女生被人拍到 咦, 她真的去做跟車 而且也被人拍到, 她真的很沒有力氣 有些男人都未必搬得到, 拿得到的東西 她是真的, 手手腳腳不算粗壯 但是, 都可以被她應付到 再加上, 她工作時的穿著 就跟當時的盜墓者羅拉 即是那套戲的女主角形象差不多 所以, 這麼大的反差形象 又一被人放上網, 就立即爆紅了 再加上, 女生和生得都還可以 結果, 不單止在香港紅得不得了 在內地亦都紅得不得了 當時, 就是2017年 數回來, 現在是6年了 不知為何, 由今天開始 很多媒體都突然找回這個人的新聞出來說 去看看, 究竟過了6年之後 這個女生變成怎樣呢? 是否說, 已經沒有做運輸了 甚至紅到已經做有錢人的少奶奶呢? 稍後跟大家慢慢去看看這個故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最後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以及記得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這個港版羅拉 她是17年爆紅 然後18年的時候 就慢慢開始在內地做節目 她在一個叫做送100位女孩回家當中 透露 自己19歲的時候 即是剛剛中學畢業 從事搬運工作 19歲之前都做過很多工種 例如民員、酒店接待員 以及保安員等等 但由於她覺得人多是非多 然後自己也討厭戴著假面具和人交往 所以寧願去做搬運工 較少是非、紛爭 日子反而過得輕鬆一點 長期的體力勞動 亦都令到她練出一身的肌肉 17年的時候 當時18000元月薪的她 只租得起一些月租6500元的劏房 她試過 身為一個女性 躺在火車的車斗 在果欄沖動水糧 只不過她仍然抱著樂觀的心態 覺得自己有漢出 有糧出 有得吃 由於因為有報酬 所以 覺得一點都不辛苦 這裏大家不要以為 她是小時候已經窮開 其實她是叫做家道中落才變成這樣 令到她的人切 更加令人尊重 因為如果你說這個女生 她本身是基層出身的 可能受到父母的影響 令到她就鑄造到一個 堅忍內勞的性格都未頂 但原來 首先她爸爸是廣東人 媽媽是台灣人 小時候 家裡相當優越 住在美夫新村 即是C樓 然後小時候 也是一個小公主 學鋼琴 也是讀一些知名的女子學校 然後 還偶爾會跟家人出國郵埠 但直至六歲那年 她爸爸經商破產 令家道中落從此 整頭家都過著顛配流離的日子 然後去到她十七歲那年 由於她不願意為家人添麻煩 所以就獨自出來去廠 擔起了養家的重擔 因為她那時不是DSE 基本上 你讀完會考之後 你要再讀上去的話 除非就是 你本身家裡有些錢 可以繼續供養你 如果不是 在舊史那個時代 很多人看到 讀完中午 都知道自己 讀不到上去 所以就直接出來做事 她平時就是早上八點半開始 需要去將十四噸的貨物 裝櫃 裝完櫃之後 再要在早上十二點之前 將櫃裡面的貨物 派到新界的各店 中午就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等她和拍檔 清空了架車 然後再失門 接著每天早上八點半開工 接著就吵到晚上七八點下班 一個星期做六日 接著她的貨物還不輕 主要是糧油為主 最好搬的已經是大米 一袋50公斤 至於最難搬的 就是砂糖這些用紙箱裝著的寵物 因為有時候一重 就重到100公斤 沒辦法用手渣穩 其實真的很難想像 每天都要體力勞動的話 究竟是有多麼辛苦 就像我這些不做運動的 好日走去做完運動之後 第二天都肯定是痛到周圍都用不到 但反而我覺得很痛苦的日子 對於她們來說 每天都在做 而且每天搬起比正常人更多的寵物 老實說 我自己是想像不到那種的生路 好了 繼續說下去 由於她硬朗的形象和樂觀的態度 令很多人敬佩 然後在2019年 參加了內地的節目 叫做新商親大會 最後又真的被她成功配對了 她小小粒 好像1.6米左右 最後跟一個1.86米 內地主持人配對成功 南方的家境亦非比尋常 老爸是一間公司的老闆 男的自身亦是中國名校的高材生 父子二人 對於蘿拉都非常滿意 但她母親就不可以 要求她轉行 但蘿拉堅持婚後 一定要繼續從事搬運工的工作 由於 南方母親的反對 所以蘿拉 拒絕了垂手可得的美滿生活 重返到搬運工的崗位 其實站在父親和南方的角度去看 我理解 因為當你自身 例如我已經是高材生 我已經 基本上要什麼有什麼時候 你看伴侶 通常就不是看她 究竟是不是很美女 通常看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看學識 第二就是看品格 學識這方面沒有就沒有了 至於品格那方面 其實一個女生這麼刻苦內勞的狀況下 你能夠跟她在一起的話 你絕對是能夠信任到她 會上夫教旨 最起碼 不會說在這段婚姻上 會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望和要求 因為捱過苦的人 她自己吃過苦 她也會明白 有時候對方有什麼苦處 就不會再說那些永續自我中心 永續所有東西都是想自己 有時候這些品德品格 對於有錢人眼中 是比起 究竟你身材有多好 究竟你是否說自己是來得更加重要 再高一級的有錢人 他們當然都是希望 自己伴侶的學歷 智慧 都會有回到差不多 所以大家留意到 通常相對年輕的極端有錢人 他們的太太 不會是太漂亮 例如Facebook老闆的太太 亞瑞來的 然後有很多人都說 搞錯呀 這麼有錢人的老婆 但是看一看 別人背後的學歷 看到別人有哈佛畢業 又有什麼大財團 又不知道怎樣怎樣的 有時候我們男性看東西 看婚姻跟女性不同 至於他們媽媽都會有個考量 就是說 搞錯呀 成為了我 做我兒子的太太之後 你還要拋頭露面 被人看虧了 我這個家庭這麼雍容華貴 其實你過來做少奶奶就可以了 你還要出去拋頭露面 被男人看虧了 由於大家價值觀當中有衝突 婆式糾爭 大家明白 所以最後這場的生活 就是結合不了 之後大家亦都分手了 後來羅拉亦都商演了不少 所以自己多了一筆資金 創立了自己的搬運團隊 終於不再幫人打工 而是自己做老闆 至於她的事跡一直在國內都被當成正能量傳播 有不少的明星都會邀請跟她一起做節目 例如19年的時候 林子祥就跟她拍攝了一部抵制皇牛的宣傳片 原本以為19年之後 她會繼續走這條路 但是到了2020年的時候 她的生活回歸平淡 更加就是 成功考到貨車牌 令到她在跟車送貨這條路上 自己能夠擁有的自由度更加之高 其實這件事真是很值得欣賞 一個原本可以靠養賺食的人 但到最後都是繼續靠雙手賺食 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想偷懶 例如我這樣 我每天都想偷懶 但是我偷懶的話我口庭就口庭 我不吃我家人都要吃 但是羅拉 她明明有一個真的可以不用做 都可以天天有飯吃的機會 但她依然放棄 即是她仍然繼續去做她想做的工作 其實當初那個男的媽媽叫她轉行 你猜真的想叫她換個份工嗎 很簡單而已 只是叫她不要再做現在這份工作 哪怕是你之後不做事你做少奶奶其實沒所謂的 但羅拉仍然有自己堅持 這個其實是好不得了的 因為如果我是當事人我一定做不到的 坦白說 如果你說我不做沒得吃 當然是迫著要做的 但如果我不做也有得吃的話 很多時候的東西 真的會去想怎樣可以過得最舒適最舒適 其實只是這一種不單止是願意黑苦內勞 甚至是主動回到搬運這個精神 老實說 這簡直是日本的什麼匠人精神的極致 還有我自己覺得 雖然這個社會有很多人穿著西裝 穿著漂亮衣服 就說 我就是香港女權代表 我怎樣為香港女性爭取更多的權益 不過那些只有口吱吱喳喳的人 跟羅拉比真的完全沒得比 我覺得這個羅拉才是真正香港的女權代表 因為她自己在訪問中 從來沒說過因為自己女性的身份 而在她職業上遇過什麼不平等的事 總之就是 無論做事怎樣辛苦 只要做不死就枉死類 訪問的時候也沒說過 我跟男人一樣拿這麼多東西 所以那些男人就歧視我 從來沒說過這件事 因為真真正正的女權 其實就不應該放在嘴裡 女權是應該做出來 而不是說出來的 她永遠都沒有提及過 自己究竟處於一個什麼劣勢 因為這些真的用實力去做出來的女權 是說一個女性怎樣能夠在社會獲得尊重 她不是高聲要告訴別人自己需要尊重 而是說她在自己行動當中 就算你不說 每個人都會去尊重她在做的事 所以對比起那些 每天在無病新人 一天到刻只想著透過女權 去為自己謀利益 謀曝光率的人 他們跟羅拉比完全沒有得比 因為很多人都是這樣 就算是我們正常人的政客都是一樣的 那些什麼人權 女權 婦女權益 平權 那些單純是政客的宣傳口號 以及問政府拿錢的口號而已 這個社會上很多人都知道平蛋 很多人都知道人權 但真正明白 含意和做得出的人 少知又少 反而有理無理拿出來騎劫 以及有些人就會拿出來 19年的時候 拿來去攻擊警察攻擊政府 甚至乎現在打算出來搞遊行 其實這些做到新水新行 我們就叫做用最髒的手 去賺回來的錢 一定是最乾淨的 因為這些埋頭苦幹的工作 沒有那麼多人與人之間的鬥爭 亦都沒有那麼多勾心鬥角 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付出勞動力 所以你就獲得報酬 但是你做其他的工作 你的職位上 很多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以餘我詐 你看死我 我又善你 就算你說上班的環境 很融洽和諧也好 但有時候你的客人對你不和諧 或者是整個環境對你不和諧 總之這些人 是很值得人去尊重 因為他們的錢 是極度辛苦才能賺回來 我都分享多一點自己的東西 其實我以前 曾幾何時 為何想做護士 其中一個原因 我自己都是希望 用最髒的手 找最乾淨的錢 大家都知道 屎尿龍潭血 這些都夠髒了 不過由於現在不是護士面試 你也不是我面試官 所以我不會說謊 當時想做護士 不是單單一兩個原因 而是有很多綜合因素 加上去推動我做這件事 其一 我自己讀書的時候 剛好選擇的科目 就全中了 第二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年輕 不知道什麼叫做累 所以當時就會覺得 什麼輪班 睡4個小時再上班 那些全部沒問題 然後去到第三 你做護士的話 賺回來的錢肯定乾淨 就不需要擔心 就好像銷售保險 要去追quota 又要周圍去跟別人巴結 只要你願意埋頭苦幹去做 當時有很多人都建議身邊的人做護士 就是無論怎樣都好 你都不會失業 怎樣都好 你都一定會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還有 未有19年事件之前 護士是一個都 頗有社會地位的職業 不過可惜 我最後自己做不成 變成做一個 我曾幾何時 頗看不起自己 因為 我未發生那麼多事情之前 其實我自己 本身都是看不起那些 靠口吻食的 因為我自己總是覺得 靠口吻食的人 就是騙人 變得比較低賤 但是就想不到 有時候是你小時候 越討厭的東西 自己反而現在就變成了 這件事 其實我現在對於自己的道德標準 就已經降低了 就算用口吻食也算了 只要我說的東西不是害人 不是騙人 不是哄人的話 我自己都算過了自己的關 因為有時候 我這兩年進入了這個圈子之後 的確就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東西 例如說 真的看到有很多人 是不擇手段 為了你 也是大眼說大話 然後也看到很多無奈的事情 即是別人的無奈的事情 我這裏不是單一針對某個人 而是說 無論是黃藍一樣 都看到很多東西 不過黃人的東西 可以樂於踢爆給大家聽 但有時候 在我們自己陣營的東西 看到也不方便說 我自己 由始至終都是獨立人 所以 有時候 不是說我不是人家勢力的 代表可以任意踢爆人 很多東西都要留幾分薄面給別人 人家給不給薄面 我沒關係 但最起碼 我都叫做維護人家的面子 免得說 在藍營那裏 搞到那麼多風波 腥風血雨 因為有時候大家看到 藍營那些 合狗必分 分狗必合 那些 有時候這個又跟那個世界大戰 那個兩年前又說 看死你兩個會罵 那些 總之 這個世界 很多人的初心 其實一早已經被利益帶到壞了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人權 民主 自由 那些 算了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變成人家用來賺錢的口號 不小心說軟了 但正正就是說 因為有時候在這行中看到太多虛偽 所以現在反撲歸真 看到港版羅拉 那種堅持 是說 我連錢也不要 我真的只喜歡上班 是希望用自己能力做一些自己做到的事 這種精神 極度之了不起 其實我自己覺得 港版羅拉 你問它是不是超級美女 身材很正 其實我覺得不是的 甚至乎你說 走過旺角 我都覺得 可能有些 剛才十多歲的小女孩 比她還好 但是 她這種有錢不要 又或者不是完全不要錢 只是要自己找回來的錢 這種心態 我覺得走一百次旺角 都未必找到 因為羅拉如果是貪錢的話 其實她現在開一下鬥音 開一下直播的話 她做三個月已經可以退休了 好像內地前陣子有個幼稚園女教師 唱那首什麼儀歌 嘩呀嘩呀嘩 然後最後 好像開一兩天直播 已經找到十幾年前 然後 直接瞬間辭職 然後繼續做直播大課 在這個 怎麼說好呢 這麼多民族飄浮的社會 可以能夠有這一點的純真 而且 她現在好像四十歲都未到 所以這件事情 怎麼說好呢 可以說是社會的異類 在這個社會上來說 我相信有很多人 如果 等價交換 如果你犧牲很多東西 讓你成為羅拉的話 大把人肯 但是 有很多人 就算她想 甚至乎她犧牲了很多東西 都去不了別人的高度 但是羅拉是說 我去到這個高度之後 我自己都選擇不要 好啦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了 跟大家說多一點點東西 可能大家都會發覺 我今集錄得特別辛苦 其實我剛才就貪方便 即是我在未做這集之前 跟著做完剛才那集的時候 特地去附近的一個地方 看中醫 雖然我之前在天后 有一個自己看的中醫 但是 抽不到時間 所以 突然之間就覺得有點需要 再找第二個中醫去看 現在都是在喝藥 不過呢 我看天后的中醫的時候 真的要很多藥 然後找家人幫我煮的 但是這次這個 就這樣沖點藥粉 就算了嘛 哎呀 最重要的就是 指得住這卡啦 因為呢 哎呀 總之就 哎呀 辛苦辛苦 還有辛苦啦 那麼呀 希望我盡快可以搞定自己的事啦 因為這個五月呢 其實真的可以說是 這兩年的那個 職業生涯當中 過得最不開心的那個月 不是說觀看數低了 那麼實際上觀看數沒有低度的 反而還高了一點點 但是是說 就是我自己 無論家也好 自己也好 遇到很多很多很多麻麻煩煩的事情 所以搞到這陣子 自己個人都好燥 心好煩 其實我自己在想 我猜我可能明天 香港還是繼續圍繞在國泰新聞 預期是這樣 那我倒不如明天直接抽一集 和大家 不說新聞 單純是好像剛才那樣 聊聊天 不知道大家喜歡嗎 大家留言說一下 就這樣 拜拜